Wanted to live since that night I decided to walk before My landlessness keeps 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 一战后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牧林政策 让我们先看本单元的学习重点 学习重点 一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出现何种转变 一战后美国经济如何成为世界中心 美国社会出现何种现象 战后美国为何会爆发经济大恐慌 美国如何走出大萧条 一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出现何种转变 美国自建国以来 长期奉行中立和不结盟的孤立外交政策 以减少与他国发生纠纷 又能不卷入他国的纠纷 一方面使美国得以集中力量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 也让美国跳脱集团联盟的束缚 保持自身的行动自由 美国周边皆有大洋屏障 来到美国开墾的欧洲人们 也多有着一世独立的心态 怀抱着不与欧洲大陆交往的想法 加上建国初期开国元勋 屡次训诫美国人民 不要介入欧洲各国间的争权夺利的纠纷 这些都是孤立主义滋涨的温床 这种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加昂扬 因为美国在战争期间 花费高达350多亿美元战费 却未能取得丝毫土地与赔款 美国是协约国中最主要的债权国 但战后却空手而回 这都使得奉行孤立主义气氛高涨 深刻影响战后美国的内政和外交 1920年哈定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奉行孤立主义 力求美国不受世界事物牵连 此时国会拒绝批准反尔赛条约 并拒绝参加国际联盟 此种态度一直延续至1930年代中期 当欧洲战火逐渐升高之际 美国国会更制定中立法案 严禁政府或人民贷款 或将军用物资卖给交战国 以求避免卷入国际战争 但当时经济生产与军事实力独强的美国 采行独立主义的结果 是助长欧亚两州侵略国家的气焰 无形中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战后美国经济如何成为世界中心 美国社会出现何种现象 美国幅员广大资源丰富 在建国之后自然的增加与外国移民的迁居 都让人口持续地以几何急速式的成长 到1917年时总人口已超过1亿 再加上科技工业发达与稳定的两党政治发展 1920年代的美国迈入经济快速成长的黄金时期 20世纪初的欧洲强权 因为经过世界大战的消耗与破坏 民穷财境且复原困难 且在战时或战后都需向美国借贷 虽让美国主导世界经济霸权 纽约也取代伦敦 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1920年代的美国充满着自由与叛逆的风气 经济繁荣下金钱的流窜 投机疯狂的股市成长 促成奢华的社会风气 而一连串的电影汽车 收音机 拳击 职业棒球 爵士粤语 飞机等的发明 都让大众文化更令人目眩神迷 在1929年左右 美国已卖出两天两百五十万辆车 平均每两个家庭就有一部车 而其中则有三分之二采分析方式付款 因为市值率的提升 让阅读报刊杂志成为广大民众的嗜好 报纸上的广告宣传与分期付款的商业策略 刺激蓬勃的市场消费 许多年轻人更透过大众媒体的流行文化 学习如何穿衣说话甚至卖弄性感 在这个流行迷你群与充满性诱惑的时代 豪奢放纵的社会风气引发传统宗教人士担心 让美国部分地区颁布禁酒令与出现三K党组织 三K党这三个字原意是手枪板击时的三步骤声响 此为学习射击时的口诀 另外 KUKLASS两字来源希腊文 KUKU 乃指 集会 而CLAN 是指种族 此也代表着三K党长期奉行 保守的白人至上观点与种族主义 然这些隆景在1929年间瞬间消失了 战后美国为何会爆发经济大恐慌 美国在第一次失业大战之后 尤其在1925至1929年间 工业与农业的成长 国内经济的繁荣 加上国际秩序的稳定发展 强化美国民众信心 争相购买公司股票 致使股票价格出现不合理的飞涨 1929年美国纽约股市的大崩盘 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于是银行工厂倒闭不断 失业率与自杀率居高不下 而此经济危机更亮成往后的政治危机 长期战争的破坏加深参战国经济复出的困难 庞大的赞债与赔款 则让许多国家无法进行投资 经济生产日趋缓慢 而战后美国因为对国际社会的失望 加上本国市场广大 与工商业繁荣 国会在1920年代 多次通过保护关税法案 各国纷纷起而提高关税 导致各国外销数量减少 国际贸易限于停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农产品价格高涨 使得许多非参战国 未提供参战国粮食 大量增加农业生产 然这些粮食在战后 却供过于求 农产价格税大幅下跌 这些情况也出现在 诸多能源与民生商品上 大战结束后 世界各国对煤的需求 明显地减少 因为电石油的发现与应用 特别是在英国 煤矿业的成长渐缓 采矿的城镇渐渐消失 实业人口大增 这也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农业以外 另一个影响欧洲经济 日益萧条的原因 当物产供过于求 导致相互销价竞争 农工商业的获利润减 生产也出现困境 股市自然下跌 于是工厂倒闭 失业人口增加 参战国暂时的大量采购 让欧洲黄金迅速涌进美国 致使美国在1920年代 拥有世界黄金 储量的40%之多 此也促成美国社会的繁华荣景 然许多国家 却因为国家黄金储备贫乏 导致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 加上各国间的关税壁垒 除增加国际贸易障碍外 也增加黄金流通的困难 更造成国际间资金过多 与贫乏的严重差距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欧洲国家的财政发展 强烈依赖美国银行的资源 故当1929年欧洲股市崩盘 美国在海外的资金纷纷撤出 最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经济大恐慌的影响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它首先曝露出自由贸易市场的问题 此后经济管制 取代自由放任成为主流思想 经济大恐慌更强化经济民主主义 各国纷纷维持保护关税政策 导致国际贸易恢复困难 经济大恐慌一方面 让民众对政府产生新人危机 导致社会罢工与暴动不断 另一方面 民众面对社会乱象 又多给予政府紧急授权 以因应突发状况 导致牺牲民主 以换取经济稳定 所以成为往后的政治发展趋势 此为法西斯政权出现的重要背景 美国如何走出大萧条 1929年10月24日的股灾 导致银行接二连三的倒闭 十数万的企业破产 失业人口大增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 美国社会日益动荡 社会秩序渐趋混乱 1932年罗斯福轻易地击败 能在高唱繁荣高调的胡佛 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 罗斯福表示 将采取必要的新紧急措施 管制金融 新办各种公共工程 推行一连串具有长期性的经济改革计划 并要求国会准许他拥有更广泛的行政权 此后人们就用新政来称呼这个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代 新政主要历经 救济 复原改革 三时期 又大约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3年初至1935年初 罗斯福一上任就颁布一系列的紧急法令 对银行进行全面审核 使金融业情势趋向稳定 罗斯福随后立即振兴工业 取交不适当的生产限制 也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 第二阶段从1935年初开始 罗斯福着重于制度的改革 透过以工代证方式 解决大量失业人口问题 把救济测上350万名 身强力壮的民众 分派兴建许多公共工程 罗斯福又进行一系列的社会立法 给予老年人失业者和残废孤寡者补助 对孕妇婴儿则给予健康服务等 扩大联邦政府的救济功能 建立完整的社会福利制度 罗斯福在第一篇总统就职演说中 其希望能与周边国家合作提出牧林政策 此宣誓美国将改变先前巨棒政策 不再单方面干预拉丁美洲 临近国家的事务 此政策收效卓著 到1937年美国在 建国以来长细奉行中立和不结盟的孤立外交政策 这种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加昂扬 因为美国在战争期间花费高达350多亿美元战费 却未能取得丝毫土地赔款 1920年 哈定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奉行孤立主义 力求美国不受世界事务牵连 美国采行孤立主义的结果 是助长欧亚两州侵略国家的气焰 无形中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20世纪初的欧洲强权 因为经过世界大战的消耗与破坏 民穷财敬且复原困难 且在战时或战后都需向美国借贷 虽然美国主导世界经济霸权 纽约也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1920年代美国充满着自由与叛逆风气 经济繁荣下着金钱的流窜 投机疯狂的股市成长 促成奢华的社会风气 在这个流行民旅群与充满性诱惑的时代 豪奢放纵的社会风气 引发传统宗教人士担心 让美国部分地区颁布禁酒令 与出现3K党组织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尤其在1925至1929年间 工业与农业的成长 国内经济的繁荣 加上国际秩序稳定发展 强化美国民众信心 增相购买公司股票 致使股票价格出现不合理的飞涨 1929年美国纽约股市的大崩盘 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经济大恐慌一方面让民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导致社会罢工与暴动不断 另一方面民众面对社会乱象 又多给予政府紧急授权 以因应突发状况 导致牺牲民主以换取经济稳定 所以成为往后的政治发展趋势 此为法西斯政权出现的重要背景 1932年罗斯福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 采取必要的新紧急措施 管制金融兴办各种公共工程 推行一连串具有长期性的经济改革计划 并要求国会准取他拥有更广泛的行政权 此后人们就用新政来称呼 这个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代 罗斯福颁布一系列紧急法令 使金融业情势趋向稳定 随后立即振兴工业 透过以工代证方式 解决大量失业人口问题 让经济趋于稳定 又与周边国家合作提出木林政策 透过恢复国外市场 国际经济方告逐渐好转 以上是本单元的学习重点 希望各位同学阅读完之后 能够马上做实题 也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